你渴望自己从一出生就是个天才吗? 如果你知道天才都有个什么样的童年,那你可能就宁愿当个笨蛋了。 今天讲的这个神童是一位有着天使面孔的小女孩, 七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强大的数学天赋, 这一切都等于她母亲强大的基因。 原来玛丽的母亲和外婆都是数学家,外婆对母亲抱着很大的期待, 最后母亲不堪重负,在解一个世界七大数学谜题的时候, 她自杀了,而玛丽的父亲是个抛架弃子的渣男, 因此舅舅就承担起这股玛丽的重任。 这天是玛丽第一天上学,舅舅希望她隐藏一下自己的实力, 但是一年级的课程实在是太无聊了, 玛丽没认住小漏了一手,校长马上把舅舅喊来, 是要免费让玛丽上天才小学, 舅舅拒绝了校长的提议, 她还是希望玛丽当一个普通人,快乐生活就好, 校长觉得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可不能浪费了, 于是私下联系了玛丽的外婆, 平时对外孙女不闻不问的她, 得知她是个天才少女后, 下午就来到舅舅的家, 外婆希望能把玛丽让她抚养, 不要耽误玛丽的情力, 但舅舅拒绝了她, 只希望玛丽健康快乐地成长, 最终为了争取抚养权, 母子决定法庭上见, 回到家, 舅舅的心里很忐忑, 看着七色的玛丽埋头看书, 很不是滋味, 随后强行抱着玛丽去外面玩, 一起欣赏夕阳美景, 夕阳下的二人显得如此和谐, 之后在法庭上, 双方律师各执一词, 外婆的律师表示, 小女孩的妈妈患有精神病, 所以妈妈将玛丽的抚养权交给舅舅, 是无效的, 而舅舅的律师则说, 当年是外婆逼死了玛丽的母亲, 法官也不好草率下判决, 决定先进行一番调查, 但是为派专人去检查玛丽现在的居住环境, 舅舅很郁闷, 因为自己虽然一人吃饱, 全家不愁, 可是养小孩就有点吃力了, 不像外婆那么有钱, 如果看经济条件的话, 自己输定了, 第二次庭审开始了, 外婆找到了玛丽的渣男老爹, 让他将抚养权授权给他, 但是被舅舅的律师驳回了, 因为这个男人是个使乱中期的渣男, 所以他根本没有抚养权, 这一轮舅舅赢了, 但是玛丽却很伤心, 自己的父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, 甚至现在只有一墙相隔, 却也不愿意来看自己一眼, 玛丽都快自闭了, 舅舅决定带玛丽去一个好地方, 他们来到医院, 坐在椅子上, 等了好一会儿,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, 一个医生出来了, 原来这是产房门口, 看着一群人开心的手舞足蹈, 玛丽也跟着未亲生命的诞生而喜悦, 舅舅告诉他, 你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, 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在乎你的人, 最后法院的审判结果出来了, 舅舅生活潦倒, 外婆监管不力, 所以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, 把玛丽送到新的寄宿家庭生活, 双方都能过去看望, 虽然舅舅强烈反对, 但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, 分别的日子终于来临, 玛丽不愿意和舅舅分离, 在屋子里大喊大叫, 谁的心里都不好受, 送走玛丽的舅舅也躲起来, 萎靡不振。 这天玛丽的帮主人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, 突然他发现墙上宠物领养的广告里, 居然看到了玛丽的独眼猫, 这只大胖鸡不是跟着玛丽一起去新的寄宿家庭了吗? 舅舅想到外婆对猫咪过敏, 于是发现了里面的猫腻, 他急忙赶到领养中心, 胖鸡差点就要被安乐死了, 他解救了胖鸡之后, 马上赶到寄养家庭, 果然房间里的玛丽像个小囚犯一样, 被外婆和中国的数学大佬夹在中间学数学题, 果然这些都是外婆安排好的。 玛丽苍白的小脸阴沉苦闷, 舅舅把一份文件刷给外婆, 方程式的答案, 舅舅却说玛丽的母亲早就解出来了, 但是因为恨, 所以叮嘱舅舅, 等外婆死后再发表, 外婆的心一下被击中了, 她明白自己终究是做错了, 是自己的专横和压迫害死了女儿, 多年的情绪终于决堤。 电影的最后, 玛丽进步飞快, 已经进入了大学学习, 下课后舅舅来接她, 将她送到小学和小伙伴们晚上, 玛丽终于找到了最快乐的生活方式, 和她最爱的人在一起, 还能做着最喜欢的事情, 看着现在的小学生, 我们不得不感叹压力真的太大了, 我们成年人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就很累, 小学生不仅要早起上学, 晚上回来还要做作业, 周末也要去培训班, 真的太惨了。